发生在台北市仰德大哨上一起车祸 一辆车车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所驾驶的 他在上山途中整辆车失控冲到对象车道 结果跟一辆要下山的681号公车对撞 小轿车的车头全毁 轿车上的一家四口 两名大人还有两名孩童 以及公车上的两名乘客 一共六个人统统受伤送医 车祸现场满目疮痍 这台681号公车大片挡风玻璃被撞碎 车头灯几乎缺毁 通往阳明山的必经之路仰德大道 下午四点左右发生车祸 当时一辆由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驾驶的轿车 在上山时疑似失控冲往对象车道 撞上准备下山的681号公车 撞击力道之大 小轿车引擎盖整个凹陷车头大变形 而事发当时包括驾驶在内 车上有两名孩童和他们的母亲都受到轻微撞伤 其中一名小孩一度没有意识 索性经过抢救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由这个山下往上 那突然到这个 这个仰德大道跟这个永公路的时候 突然跨越中线 撞上这个公车 但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在公车上也有两名女性乘客 受到轻伤送医 至于驾驶的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导